欢迎来到新闻追追追 以及反服贸学生代表林玉璇同学 大家好 太阳蛙学院真的要退场 我们现场有学生代表 也有九人节测小组的蔡老师在现场 等一下我们来问清楚好不好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林飞婉 今天晚上最新请教这个节测小组的蔡老师 你们为什么做了这个礼拜六以前 以前要退场 然后要光从前进这个决定 事实上这个讨论是从昨天就开始的 那为什么我们这两天会有这样的讨论 事实上是我们注意到 就是我们认为这一次我们对政治的关注 除了先立法后审查 在立法院的这个决议之外 我们应该落实人民来展现 实质政治参与的过程 所以我们除了对这个服贸的监制 然后对立法的这个要求 我们会有一组人在国会持续的监督 持续的立法的过程的那个把关之外 我们还会来进行就是全台湾各地的 针对这一段时间行动 还有台湾基础政治 我们的青年世代怎么参与 这样的说明 那我们这样的做的原因 其实是想要回应一个议题 就是我们过去讲的台湾的公民宪政会议 为什么我们会用公民宪政会议 其实我们也意识到说 过去几十年虽然台湾是民主国家 可是我们确实是有民主宪政的危机 因为我们的政府制度 是被总统一个人一手把握 然后他又透过这个国民党的掌握 所以坦白讲如果危险的看 特别是324的金额会让我觉得 难道台湾要变成是一个法西斯的国家吗 那如果不是这样子的做法 不独独只是在台北 在立法院议场的讨论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这样的议场 带到台湾的每一个角落 可是赛老师我想请教 因为这个时间点 确实是在王金平见了这个学生之后 那到底是王金平 他是哪一点 让你们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 决定来做让步 然后你们谈这个退场机制 从之前林非凡谈叫光荣退场 那这段期间你们的考量是什么 为什么选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我觉得当然是这个 王院长讲的先立法再协商 当然他没有用我们的字眼 先立法再审查 可是在没有协商的过程 他是不会实质的审查 那我们觉得就是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如果能够纳入 因为我们的民间版本 也已经排进去了 就是说纳入民间版 然后还有各方的意见 这十几个版本 重新去做立法的审议 那其实也是会是一个客观的过程 那我们关注的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这个 两岸协定监督条例过关呢 因为它影响的就不只是服帽 还有包含货帽 我们希望这个东西能够是扩大一些 不管是受影响的产业 或弱势的人的 或者是其他有意见 公民团体的声音纳进去 那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 立法施政的原则 就是资讯对等 为什么统治阶层最喜欢的 就是资讯不对等 反正我要干嘛就干嘛 就像过去黑箱一样 那我们希望这个资讯透明对等 我们觉得是台湾民主的一个基础 那我们觉得 至少王院长讲了这句话 那同时我们也觉得 王院长他来开记者会发表的声明 其实有落实国会自主 跟国会监督的宪法职权 大概是这两个方面的肯定 蔡老师你们所谓的光荣要前进 就是说一万面立法院的监督 你们还是继续嘛 一万面就到全台湾 要去开始去办这个公民宪政会 是不是 大概什么时候会展开 我不能确切的说 大概什么时候展开 因为毕竟我们现在 大大小小的事情很多 不过我们已经 在这个过程中 已经在联络地方的人了 那确实展开的时间 我想不会太久 玉璇终于可以回到家了 可是这段时间 从昨天到今天这个讨论 你们内部是不是有很多杂音 对 因为我们不断地试着去 就是扩大参与 那这过程中一定会有 各式各样的意见跑出来这样 可是玉璇我很想知道 就是在谈这个退场机制的 这个过程 因为你们抗争时间是这么的久 那在谈退场机制的时候 你们在讨论的时候 成员都是什么样的心情 就是一方面会有点复杂 就是意思是说 我们都进来这里了 然后就是怎么会说要出去呢 然后这样是上市了一个筹码呢 那还有就是有关于刚刚讲到 王院长他所给的那个承诺 是不是还不够充分 或是还有些让我们急的地方 所以我们还是在讨论 对 怪不怪他失去这个筹码之后 然后接下来可能会有什么样变卦 你们有想过吗 就是这个也是我们有在考虑 就有在考量的风险 但是其实 其实这样做的话 其实政府是反而会激起一个 更大一波的民怨 所以我们认为其实这样的 可能性是很低的 我看傍晚大概七点的时候 还有一些学生冲进异常 说他们不走嘛 对不对 那像这些你们要后来 到底要怎么再去协调这些人 没力说的 就是一定要 就是沟通是一定要的 我们只能说我们不断的 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们也是反复开了好几次会 所以我们大概从 这一个礼拜一直来 就是大概每天会花三小时 因为都是大概是11点到 凌晨3点这样子的时间 就是工作结束 刚好时间可以开会 然后大家就开始开会 然后开会都开会 讨论同样一件事情 然后不断的跳针 跳针一直到每一天 连续七天这样